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香港每七个人就有一个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需要 越来越多人愿意求医 但是非紧急杠杆排公立医院最少要等一年 这段真空期病人得不到息切协助 有机会令到病情恶化 公司仍合作是否出路呢 疫情下不少香港人情绪低落 有人甚至屈出情绪病 包括33岁的叶先生 他原本从事珠宝行业 在2021年1月失业 当时受到很大冲击 当时大概是疫情的时候 学校停货 和我自己都是失业的状态 在家里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 就发觉自己很容易发脾气 小朋友可能在家里没有工作 可能看电视看得久一点 我都会觉得这样不对 就去责怪他们 就开始察觉到自己不太正常了 失眠的情况都严重 个人会比较累 整个人会比较累 没有动力 这个状况持续半年 叶先生上网找资料 发现自己的情况 和抑鬱焦虑好相似 于是看家庭医生 医生之后转介他 到公立医院看精神科 但排期要等九个月 当初就会想我们这些情况 为什么排期要排这么久 当时的情况比较辛苦 看到还要等多这么长的时间 自己就会更加担心 如果只在等 这个状况应该会恶化得很快 对我们的情绪就会影响得更加多 医管局的精神科专科门 诊设有分流制度 新症分为紧急 半紧急和稳定 当中稳定个案占新症七成半 但一般要排一年才可以看医生 有机构表示 等候期间病人情况有机会恶化 但他们未必懂得即时求助 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已经去到一个危机 或者未去到危机之前 可能已经提升了 情况已经严重了 已经去到临界点 一起住的人其实知不知道呢 其实有时他们不知道的时候 都挺影响得到他们去接受服务 他表示患者求医已经需要很大勇气 等见医生期间 再要他们主动寻求其他支援 更加是难上加难 原来我这个病 我精神病患 其实都是伤风感冒 而是可以真的接受到帮助 他有没有这份勇气 走进来去接受这个求助 如果他能够可以及早接受治疗 其实可能病情没有那么容易 或者没有那么快加剧了 我估计对整个医疗的成本 治疗的成本 其实都希望可以减低得到 见到新症轮后时间长 支援复原人士及推广精神健康的 新生精神康复会 2016年开展计划 资助轮后公立医院精神科 而又有经济困难的人士 在轮后期间看私家精神科医生 现在已经为超过2800人提供服务 我们最想在他轮后公立医院精神科 我们叫做真空期 可以让他接受到一些私家精神科的服务 避免他的状况有个恶化的情况出现 如果他需要作出申请的话 第一步他要找一位社工 就帮他作申请 我们那个计划我们会有同事做审批 如果他符合那个条件的话 我们会通知申请人 让他可以看计划里面的私家精神科医生 叶先生在轮后期间 在网上找到这个计划 主动联络社工做转介 经审批后免费看医生和食药 直至去年可以去建工立医院精神科 从确诊混合性焦雷及抑鬱症 到现在不需要再靠药物治疗 叶先生认为关键是要主动找专业人士协助 不需要在家里自己一直在想负面的东西 这样是帮不了自己 如果觉得自己真的状态非常不好 就主动去找其他人帮助自己 不要怕被人标签 你怕被人标签就更加影响到自己 希望多些人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助 全港有29万人在公立医院看精神科 即是每名精神科医生平均要照顾760几个病人 有曾任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 人手有限 常缩减轮后时间都不容易 等候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正正在等候的时间 有时可能他的症状或者功能开始变差 甚至是影响身边的家人 家庭医生或者社区上面一些非贸力组织 或者社区的机构 其实都有些心理上的支援 他知道相关的风险应该如何去评估 即时提到医生 部分病人也都反映诊证时间短 帮助有限 旺介幼子尤其是精神科 医生需要时间和病人建立信任 如果诊证时间太短 可能影响效果 除了是诊断或者是开药之外 其实我们用时间去建立医患关系都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很多病人来 其实除了是用药以外 其实我们都会叫病人 可能在生活上有一些调节 但是如果我们的时间真的太短的话 我们比较难去推动病人 在生活上一些关于健康的习惯 会有动力去改善 这个月发生多宗伤人及谋杀案 再次引起社会对精神健康支援的关注 政府之后提出十项加强措施 包括为紧急和半紧急的精神科身证 预约轮后时间定立明确目标 但占七成半的稳定新症 就未有定下目标时间 整个整体精神健康的服务 在人力上和资源上都是不足的 每次都是有事发生了 他们就出来说几个人 然后说做些改善东西 然后可能又不了了之 你三个人这样来这样去 资源就可能一定是拉拨了的 他只能够说危机那些就马上处理 但是那些轻症那些新症那些 他没有一个方案出来 但我估计现在这样的人手资源 这班的病人他等的时间会比现在 一年是会长很多 医管局去年五月引入精神科共同医治模式 对象是有轻微情绪问题的患者 他们可以选择由家庭医生跟进 但至今一年仍然只是陆续识别合适转介的病人 现在你在公营系统里面人手资不足 公私营合作是一个必然的了 你怎样可以将这些轻症 有个系统去转介一些 而家庭医生可以照顾到的 或者一些社工可以照顾到的 这个机制要建立出来 现在政府有个说法 但整个系统怎样做呢 究竟有没有个名单是哪些是私营的家庭医生 或者一些专科医生是可以与我们合作 那么转介的机制是怎样呢 完全我们不是很掌握的 虽然公私仍合作是出路 但迪志远认为每年医护毕业生有限 而每个专科都需要人手 当局需要更整传的规划 精神健康的问题是一个比较专门的 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医生 或者一个普通护士就可以处理到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工就可以处理到 可能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培训 那么这些人才是怎样配备得好呢 怎样整个系统建立得好呢 这个是政府要真是加把劲 事事当面在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林婷婷 本节上个月外贸表现持续转差 5月出口货值按年跌超过一成半 跌幅多过市场预期 已经连跌13个月 进口跌幅扩大到超过一成六 也都差过预期 并且连跌11个月 上个月有营贸易逆差收窄至264亿 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7.5% 输旺牙就和其他地区整体出口都录得下跌 输旺马来西亚和印度跌三成 日本跌两成六 输旺内地就跌一成七 输旺德国跌近三成三 往美国的就跌一成七 政府发言人表示 就算内地经济增长加快 可以抵消一些负面影响 但在外围环境先进经济体疲弱之下 将会继续对香港出口构成挑战 国务院总理李强重申 内地经济继续向好 全年经济增长 有望实现百分之五的目标 内地经济活动伏常大复苏 出现不均衡情况 有评级机构更加调低 今年经济增长越差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天津的 夏季大抑司论坛的时候 强调完全有信心和能力 在较长周期之内 推动中国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行稳致远 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 源源不绝的动力 我们将在扩大内需潜力 激活市场活力 推动高水平 对爱开放等等方面 会推出更多 更加务实 更加有效的举措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比较明显 预计二季度会快于一季度 前年我们有望 实现原来年初 确定的经济增幅 5%左右的目标 市场预期 内地下半年 没有政策出台 人民银行有机会调低 存款准备金率 刺激经济 相对于复苏不均衡 欧美面对的难题 就是高通胀 为了应付物价攀升 欧美由去年开始连回加息 但效果不显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要更加长时间 才回落至到目标水平 基金组织警告 投资者可能过分乐观 以为通胀很快回落 不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但当高息环境长期持续 会加剧银行业和金融震荡 演变成系统性危机的时候 央行拯救的能力有限 无线电视记者 华尔街正报道 华尔街已经开始 看看美股的表现 道指升99点 标普500指数升14点 欧洲股市是全线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0点 巴黎卡指数跌2点 德国的市数跌18点 立法会明天恢复二读 同三读三条过海隧道分流方案 教师会主席张仁亮赞成 说同类商用车 全日或一收费 可以有效分流 西税专营权8月初届满 政府计划收回之后 更改三条海底隧道的收费 以控制车流 走阶段市家车过西税减至60元 洪隧东隧加至30元 年底前再改成不同时段 不同收费 繁忙时间贵些 晚间和通宵华一20元 交通咨询委员会赞成方案 又或政府建议的士 巴士等各类商用车 全日行三条隧道 也都收一样的价钱 有助分流 我理解到过往有业界 因为洪隧的收费低 而被货主乘搭车的人 要求必须用洪隧 但洪隧可能已经很济湿的情况下 仍然是要用洪隧 令到司机苦不堪言 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相信有其他的方案 就会加剧这种情况 另外政府计划收紧年长 商用车司机逐排要求 年满65岁要每年身体检查一次 交接会讨论之后表示欢迎 年纪大机器坏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 怎样可以做一个平衡呢 可以保障到我们可以给他这班司机 是继续在商用车那里继续去工作 但on the other hand 我们也可以保障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指引是清晰一点 那就是说哪些真是我们会关注呢 哪些疾病 哪些疾病可能是害怕了一点点了 我们不会让他续排那里可能有这些问题 我们不会让他再续那个商用车牌 政府计划明年上半年 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修例建议 明年下半年实施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导 国泰航空举行疫情后 第一个建策机师毕业来 国泰19个建策机师 完成在澳洲亚德莱德飞行训练学校 为期55个星期教培评课程 并且正式毕业 将会在下个月成为二副机长 国泰表示 现时一共有400个建策机师 正在接受培训 2023到2024年度 会招募超过800个建策机师 而国泰和理工大学 正在合办的综合建策机师培训课程 预计今年有177个建策机师毕业 大埔龙美村瑞斯案 其中一个被告死者蔡天锋 前家姑再次申请保释被拒 蔡天锋63岁的前家姑李瑞香 被控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 涉嫌销毁谋杀案的资料 早前在裁判法院提讯的时候被他保释 他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 法官李素兰听取陈迟之后 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被告需要继续还压 《沙中线红磡站有钢筋被剪短》 延迟通车 总承建商礼顿罚款四万元 人大常委会审议爱国主义教育法 李家超华会对接国家要求 普京发表讲话 强调军队和人民都没有支持叛乱者 大家好,我是黄善河 港铁沙中线2018年 被揭发连串工程问题 包括红磡站钢筋被剪短 最终言误通车近半年 鹿鱼处票控总承建商礼顿建筑 违反建筑物条例 礼顿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 被判罚款4万元 沙中线红磡站扩建工程出问题 大约百分之二至三的钢筋被剪短 影响车站结构 南北连接隧道和列车庭放处 事后需要加股 上阶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要求总承建商礼顿建筑 就由他们严重失误负责 屋宇处之后票控礼顿违反建筑物条例 案情指礼顿2017年6月30日 负责承建红磡列车庭放处 里面一个机房 它的钢筋运营土底板工程 严重偏离建筑事务监督批准的 途绩要求 根据其中一份途绩 规定钢筋和连接器需要完全扭紧 但是港铁工程监督视察之后 发现底板的钢筋 未完全或者正确扭入连接器 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功能 案件原定即日起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聆讯12日 但是礼顿在开审前认罪 辩方求情的时候说 礼顿在香港营运45年 沙中线工程庞大 牵涉超过8000个人手 工程长达至少5年 涉案机房只是属于很少的范围 只是牵涉技术性质 交付之前已经重修 而礼顿只是初犯 裁判官林子康说 礼顿作为沙中线工程项目的总成建商 工程错失影响港人生活 有社会责任 但是接纳辩方所说 本案只是涉及很小的范围 内外部都没有产生明显烈痕 也有重修 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又说案件最高罚款可以达到100万 但是涉案工程并不是最严重的案件 以罚款6万元为两刑起点 考虑到被告认罪 裁定罚款4万元 母纜纪记者一流进入 揭发港铁红磡站钢筋事件的 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鸿说 当局今次容许礼顿承认另一项罪 因为属于放生 日落法会议员要求 政府交代礼顿涉及的责任和诉讼 是不是已经完结 港铁红磡红磡站2018年被揭发工程有问题 过海段延五近半年通车 但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费用就要9200万 总承建商礼顿暂时只需要罚款4万元 揭发红磡站港斤被剪短 当时负责决台运营土工序的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鸿说 案件员票控礼顿另一宗序 但是最终礼顿承认的控罪 是不根据核准途绩工作 本来告的那个条例 是告他在Corpola 即是在罗斯塔使用的时候 是没有跟到屋宇署的 讲明指明的一个程序做事 现在他避开了 明显灵汉河下面的屋宇署 是愿意在法院放宽了 就将那个控罪改变 接受了控罪改变 才可以一日之内不审讯之下 就完结了案 前九铁主席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 今次判罚只是针对千多尺的机房为例 而不是整个工程项目 政府是需要交代 是不是其他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东西再需要和李顿算账 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 我想社会可能会哗疑 那时候是港斤 什么几万支钢斤 有一半又被人剪断 扭就扭不实 很多很多那些不合规格的东西 肯定不是一百三十一平方米 几个这么小的范围出事 那其他的政府是怎样呢 是进行着搜集着证据 资料显示 发展局2018年 暂停李顿投票政府工程的资格 前后被停赛二十一个月 沙中线工程 原本股算费用要七百零八亿 但是之后多次追加撥款 最终全线造价达到九百一十五亿 母线设计就是一流转玉不得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 爱国主义教育法 联明港澳台要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相信 不会立入基本法附件三 以全国性法律形式在香港实施 但是不影响特区推动相关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三日召开会议 其中一个议程是审议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提到港澳台人士和海外乔包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 据他了解草案通过之后 不会摆入基本法附件三 以全国性法律形式在香港实施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楼兆佳说 今年内地面对经济转型 加上西方打压等不利中国的国际形势 所以有需要立法 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全国意志 因为事实有很多内容都未必会在香港来推人 但是来说他的精神方面一定应用在香港 香港日后可能要更加积极地 按照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的精神 和基本原则来推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特区已经进行了大量爱国教育工作 政府会对接国家的要求 母亲烈士记者 侧软问不到 警方瓦解一个偷运人射集团 拘捕12人 包括5个越南正男女 行动里面 检博华耶用逐偷运人射的快艇 电话和一批燕银等 警方昨日发现一艘可以的船 进入本港西面海壁 驶向下半例一条河 随即到场搜索 在下半例一个单位里面 发现一个内地男人 和5个越南正男女 全部都是非法入境者 警方之后又在附近 发现一架接应的七人车 并发现集团在上半例一个废车场 为非法入境者提供住宿 行动合共拘捕12人 介乎17至61岁 警方说近期非法入境活动 占趋活跃 过去两个月合共拘捕 140个非法入境者 转一下国际消息 北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证实 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领袖普利哥任 正是身处北俄 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 强调军队和人民都没有支持叛乱者 俄罗斯传媒报道 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 向参与制止日前半变事件的国防部 国民卫队和联邦控局等分队 发表讲话 他赞扬军人的决心和英勇 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团结 在平息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赞扬军方行动明确并且协同一致 实际上制止庄内战 普京在前一日半变事件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 提到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 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外国者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说 面对世界动荡变革 中方愿意继续和俄方共走普 为共赢的发展道路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星期二在中国社科院 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合办的 中俄智库高端论坛开幕礼视像致辞 秦刚说 中俄同为世界大国 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稳定性力量 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火额 两国元首达成新的共识 为两国新时代合作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勾画了蓝图 他又说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中方愿意继续和俄方一道 一起走普惠共赢的发展道路 攜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共同促进地区国家繁荣发展 秦刚提到 中方愿意继续和俄方一起走 对话合作的安全之路 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他又说中俄共赢并非领和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一起走包容互监的文明之路 积极推进双多边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 无线电视记者陈维三报道 又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美股表现 杜子报33803点升88点 批评500指数报4342点升13点 台欧洲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7点 法国Cat指数升6点 德国Dex指数跌3点 转下其他消息 现阶政府上场就来一年 行政长官李家超期间提出不少房屋新招 暂时未见成效 又关注团体认为 难以用一年时间评定效果 又团体认为当局新招突破有限 目标是在住的问题上 让市民看到希望 特首整个社会听到他真的 他有很多房屋 那时候我都很兴奋 我家族还搞笑 哇 这里很快搬了 余女士一家四口住 在大约150平方尺的劏房 轮后了公屋六年 听到特首说公屋提前上楼 起好一座入住一座 他在这里以为很快排到自己 怕搬到过度房屋之后 很快要再搬 所以在原地等 但是都没有收到我的名字 得益到 所以这方面我们想想想 也有些渺望 昨年10月的施政报告提出 五年有大约12000个公屋单位 可以提前上楼 房屋处说仍然在规划 当然我们都期望 政府会不会公布 一些屋邨是哪些适合提前上楼 但当然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都很难所有的政策 都会有很实际的效果 会见到的 提前上楼没有进展 不过简约公屋 私人参见资助房屋就陆续推展 3月政府获批149亿 兴建第一批17000个简约公屋单位 最先在后年落成的元朗游博路 和最大提供过万个单位的 啟德细运度 两个地方都平整 有团体就建议从事长远房屋策略督道委员会 吸纳更多的民间意见 寻求新突破 人民地产商借地去做 令到整个有要花时间去做一些平整地基 铺桥踏路 铺水电 政府都尚未能够去突破到 现有那个既得利益者的一些所设下的制造 而有一些新的突破 新招制作中 但基于过往几季案之前计划 多了可以偏配的公屋单位 公屋轮后时间一年间 由高位回落到5.3年 至于在提质方面 施政报告提出为新屋村制定幸福指引 打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消息就说相关的部门去到7月才会开展研究内容 无线电视机者 不介意协谈 2023下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春揭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说 说全球不应该退回彼此孤立的状态 又提到西方去风险化声音 说任务风险应该由行业制衡判断 不应该由政府主导 有下季达沃斯论坛之称的 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揭露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说 他说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演变的十字路口 如果缺乏沟通和客观认识 容易产生偏见 世界不应该退回过去彼此孤立的状态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 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碰到很多涅风回头浪 但是经济全球化其发展大势 从来没有改变 李强又批评西方有些人炒作降依赖 去风险 他说这些都是偽命题 有没有风险应该由行业自行判断 不应该由政府或者组织主导 如果说在某个产业链上有风险 也不能由政府或者某一个组织去说了算 对于经济风险 产业风险 企业它的感知才是最敏感的 企业也是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由企业去做相应的判断和选择 而我们的政府及其相关的组织 不应该去阅足代表 更不应该将去风险扩大化 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论坛2007年起 每年在中国城市举办 今年全球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500名政商精英和学者参与 在新冠疫情之后 事隔4年再度实体举办 李强说世界经历疫情之后 应该更加珍惜沟通交流 团结合作 他说近期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 调高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反映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 无线电视记者叶方宏报导 洪杜拉斯日前发生严重监狱骤乱 遭乘40多人死亡之后 官方接管部分监狱 手出大批的枪械和弹药 其中一间被军警接管的高度设防监狱 位于洪杜拉斯塔玛拉市 大批全副装备的军警进入监狱 将囚犯集中在一起 并排坐在地上 并且逐个囚室搜查 军方指 只是搜查了监狱的5%地方 就检获大量枪械和弹药 连手榴弹都有 同样位于塔玛拉都知46人死亡 促使洪杜拉斯政府 改变过往去军事化的取态 等军警接管国内两间监狱 分析认为洪杜拉斯政府 是希望借这次搜查 显示打击帮派活动的决心 军方也会用一年时间训练犯警 无线电视记者叶方宏报导 谢谢观看 底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欢迎ет Adams 有二位 有两位 有二位 有三位